1997年,毕露蓝旅,97年,丁荣岁月,97岁的中国共产党,恰是风华正茂。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共产党人的初心不变,1927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开启了至风沐雨,砥砺前行的征程。 虽然毕竟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同发展阶段,但是作为党的纪律部队的职责和使命从未改变。 直此见到97周年之计,让我们一起在立正中央纪律检查几个负责人一段段感情真挚的话语中,体会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世子情怀,从一件件真实感人的故事中,感受他们铁肩担当,永远奋斗的赤板忠诚。 韩业王和波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7到1928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客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会洒下同情的热泪,我们的共产党人,既有出自豪门的少爷小姐,也有来自乡野山村的农家子弟,有热血澎湃的青年学生,也有受苦受难的产业工人。 大家是为了相同的理想和信念才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布尔什维克,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同,当面临生死时刻时,会有一些意志薄弱的人,背叛自己的信仰。 刘少奇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1928到1933年,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可能的时候,也能够渗毒,不做任何坏事。 将来,我死,聊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面撒在大海里,像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我们党必须有原则上的严肃性,但在实施原则的具体工作中,又必须有高度的灵活性。 李维汉中央的务委员会书记,1934到1949年李维汉态度温和,他自己也曾说,我自己的人格固然重要,同时由尊重人家的人格。